NBA季后赛第二轮 凤凰城太阳在主场以123比109 逆转了最多13分的落后 成功击败了洛杉矶快艇 系列赛搬成1比1平手 这轮系列赛的一大看点 就是杜兰特和威少生涯第一次的季后赛对碰 而威少庞福也像是非常了解这位搭档了8个赛季的老队友 连续两场都伤给杜兰特大火锅 这场比赛两人也有其他的火花与交流 下半场的一次暂停 两人擦身而过之后 互相转头对住彼此互喷 看起来是有一些较为激烈的言语交流 另外非常有趣的一幕是 杜兰特跟裁判讨论吹罚上的一些尺度问题 但显然KD没有得到他希望的回复相当不满 还因此将手上的毛巾甩了出去 而站在附近的威少看到之后还偷笑了出来 尽管场上看起来双方有些许的火药味 看似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 不过赛后两人在球员通道碰到面 彼此积了个涨后拥抱了下 杜兰特还打了威少的屁股一下 看起来确实是场上的竞争归场上 场下依然是友好的 这也应征了系列赛开打前威少所说的 我知道有人认为我们有些不愉快 但事实上没有 这只是媒体和大家对话题的一种猜测跟场座 外界仍然认为我俩之间还有恩怨 但实际上真的没有了 对于KD和他职业生涯完成的一切 我只有尊重并充满敬意 当年杜兰特离开雷霆加盟勇士 让他们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每一次在球场上的交锋也是针锋相对 而事过境迁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彼此之间早已经释怀 留下的就是在球场上全力竞争的态度 与尊重彼此的心 让我们拭目以待他俩在G3的精彩表现吧 这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 喜欢听NBA的新闻和赛事报道 就别忘了订阅小六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聊